元宵节 在元宵节里,小朋友们又能吃到好吃的元宵了。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元宵节是怎么来的呢? 我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皇帝叫汉武帝, 每当碰到难题时,汉武帝都会找东方朔帮忙。 有一年冬天,东方朔到皇宫花园里去看梅花, 突然传来了一阵呜呜呜的哭声, 一个美丽的姑娘正站在井边, 一边伤心地哭着,一边想要往下跳。 东方朔连忙拉住她,欢欣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投井呢? 我,我叫元宵,是专门做汤圆的宫女。 我想家人了,我都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们了。 说到这里,元宵姑娘哭得更伤心了。 东方朔她拍着胸脯说, 别哭了,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家人的,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姑娘感激地看着她,不住地道谢。 谢谢东方大人。 出宫后,东方朔在城里最热闹的大街上, 摆了一个算命占卜的小摊。 很多人都找她算命占卜, 可是大家发现所有人的签上都写着, 正月十六会有大火。 大家都害怕起来,纷纷问, 这是大灾难呀, 你有没有什么化解的办法呢? 东方朔摇了摇头,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还是把这件事儿告诉天子吧。 他或许有办法。 浩武帝心里害怕极了。 怎么办? 东方朔有很多鬼点子, 不如我问问他吧。 于是,他便把东方朔找来了。 东方朔假装想了很久才说。 听说火神君很喜欢吃汤圆, 我们不如在十五这天, 供奉汤圆给火神君, 求他不要火烧长安。 我有个宫女叫袁霄, 她做的汤圆最好吃了, 我立刻让她教大家做汤圆。 浩武帝立刻想到了袁霄。 浩武帝又问, 可我们怎么才能瞒过玉地呢? 东方朔笑了笑, 十五晚上, 您让百姓都挂上灯笼, 在满城的燃棒烟花, 弄出一副起了大火的样子, 不就瞒过玉地了吗? 浩武帝高兴极了。 还是你有办法, 我这就让人去办。 正月十五晚上, 城里到处张灯结彩, 燃放烟花爆竹, 热闹非凡。 元宵的家人也来了, 当他们看到写着 元宵两个字的大功灯时, 不由惊讶地喊起来。 看啊, 是元宵, 元宵。 元宵姑娘听到声音 从宫里跑出来, 激动地和家人抱在了一起。 热闹了一夜, 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 浩武帝很高兴, 便下令以后每到征运十五都做汤圆供奉火神君, 全程挂灯放烟火。 这个节日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因为元宵姑娘做的汤圆最好吃, 又教会了人们做汤圆, 大家都很感激她, 就为这个新节日取名为元宵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